小伙伴们你们好呀我是佳人 你们离上一期的分手过了多长时间呢 你的前任还有没有在你的好友名单里呢 前几天佳人看到了一个有趣的街边采访 问听到什么歌会让你想起你的前任 意外的是很多人选择了体面 说如果当初能够更成熟的话 分手或许能够体面一些 其实借这个视频呢 家人也想对前任说一些话 虽然早就已经没有任何的联系了 但是自私的我希望你无论在哪里 要是偶尔想起我的时候你会想 曾经我挺喜欢这个女孩的 和她分手以后 我再也没有遇到和她一样的女孩 我要看 以后 遇到你这样的人 你一定要多多保重 放下了泪泪伤痕 人不会靠近情痛 曾经爱多认真 痛不欲伤都难忍 就算再等 也执迷不承认 你怎么忘了 在我们分手后 其实最让我们难受的是留恋 是那些不舍吧 毕竟人是很容易被自己的 固情能力所影响的 走过一段离她公司不远的路 会想着会不会在路上遇到她 她上网会不会刷到我的社交账号 或者我在网上能不能看到她的消息呢 也许还能在网上看到你的消息 也许我唱的歌还存在你的手机 也许我爱你埋在心底变成秘密 也许你想我的时候 我也在想你 在夜深燃尽的时刻 想起她送的那些话 还说过一些死心裂肺的情话 独一把幸福的手满 也许爱让此刻变成灰色 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漠 感受着清存的快乐 这些分手情歌 歌词中的每一句 无不是在诉说着懊悔和遗憾 其实面对一段感情的结束 谁又能够坦然说去再见呢 所以这期视频的第一首歌曲体面 其实就是个笑话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们能给一个免费的赞 和免费的订阅 我们下期视频见吧